王妃离婚叫李亚藤觉得很受挫,王妃很快就和谢秦峰过上了神仙圈女般的生活,李亚藤的感情生活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虽然她也曾多次被拍到过和别的女生在一起,但是她几乎都不会对此做出什么回忆,毕竟这都是私生活,没有必要向谁交代。 直到5月15日,嫡婚6年的李亚藤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恋情,可见她是有多爱对方。 女方因为形象气质都太好,所以就有人遭遥,她是拥有500亿资产的企业家。 有人敢说,也有人敢信,但是实并非如此。 李亚藤特意对此事做了澄清,并且透露了一些她的基本信息,喜欢唱唱爵士的文字工作者,而且直呼自己很欣赏她。 并且让媒体不要为了流量拿别人造谣,让大家给自己女朋友一些尊重。 随后,李亚藤的女朋友和C5的微博也被曝光了,只有几百个粉丝,可见她并不是什么大卡,跟王妃这样的高人。 写天后相比,更是算不了什么,但看得出来她对爵士是真的热爱。 5月16日,她在李亚藤承认恋情之后,发布了一条动态,是她和朋友们的合照。 从文字描述中也能看出来,她应该是定居在上海,能在上海立足,而且还穿得这么高雅的女人,没有五百亿,也比普通人优秀吧。 照片中,对边上穿着黑色连衣裙,无时无刻不喜欢在身上画一件披风,踩着高跟鞋的这位,就是李亚藤的新女友了。 在这几位女士当中,她也绝对是身材最佳,气质最好的一个,颜值不输单红女明星。 再来放大看女帮的容貌,物观娇好,面相也不错,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,秒杀一切傻白甜。 和李亚藤还是不错。